诈骗集团 环境部去年所公告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增量抵换政策中 希望提供开发案更多元的空气污染物增量抵减措施 以降低开发行为产生空污排放 但环团质疑 行政院没有召开工厅会 研商过程也没有公民团体的参与 有严重行政程序瑕疵 重开工厅会 重开工厅会 废止抵换处理原则 废止抵换处理原则 环境部公告这个空污抵换的处理原则 那包括金炉污染减量 在离岛的减量都可以在工业区去增量 可以抵换 那这样子的原则因为它的计算方法 它没有办法验证都没有讲清楚 左手抵换 右手套利 左手抵换 右手套利 环团认为这份公告的空污 抵换计算方式无法信服民众 因此希望撤销这份公告 政府应该要好好地去实施全面性的空污总量管制 然后想办法把三级的房子去好好地提升它的空气品质 而不是这种就是这种抵换原则 现在我们要求应该要先废止 废止这个行政规则 然后再重新召开工厅会 否则等于政府在伤害我们 尤其是重工业区临近的居民 行政院交通环境资源处副处长黄智元 特别出来接下成型书 也向成型环团表示 会将成型意见反映给行政院并强化沟通 环境保护与地方产业发展 一直是台湾的课题 如何能够照顾到民生与永续 同时兼顾发展 这将是执政者最大的考验 人间卫视陈欣宋一臻台北采访报导